台北花节3月1号开炮 结合各式花卉节庆活动 市府在大安森林公园 种植多达21万株杜鹃花 正值盛开期 副市长林一花 日前也携同永康台大公馆商圈及里长 共同种植上千株花苗 我们这边呢 又刚好碰到植树节 所以吴沛玄里长就想了一个很好的活动 那经过我们公园处呢 来提供这样一个杜鹃花的树苗 我们起来在植树节前 带着我们的孩子来了解什么是植树 以及现在因为大家在讲要净零碳排 要减碳 所以其实树对我们台北市来讲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呢台北市政府 特别就是因为是一个教育的活动 所以特别来就因为受市长 受这个里长的邀请 就跟大家一起来 让大家让孩子知道植树呢 对我们来说自己动手 未来当树苗在长大的时候 我相信孩子会很有成就感 那邻里志工呢 都是这样子呵护着 我们所有在公园里面的花花草草 所以今天来呢 其实我们就跟志工一样 动手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台北市民常在这个水泥森林里面 有时候其实接触这种最原始的土壤的感觉 我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来试试看 这种直接接触自然的感觉 其实真的会让你心中多了一分很好的感动 我们这五六年来我们都配合台北市政府官船局 在我们城南这个地方办杜鹃花节的活动 希望让我们的民众更有幸福感 也让这边的店家生意更活络 那配合今年的杜鹃花节 我们就在想 因为我们是低碳社区的示范里 那我们就想让小朋友也一起来植树吧 植什么树植杜鹃花 那如果说我们都种满了杜鹃花 来到这边不是很特别吗 人家是追鹰 那我们来追杜鹃花 那这个公园就非常的美 然后我们还结合了台电 在我们台电榆木的树下 今天也会种下杜鹃花 是让社区学校跟一些企业单位 一起来种杜鹃花 首先拨开土壤 将杜鹃花植株的根松枕 种下在埋号 一株株的杜鹃花 在大家细心的种植下 带着满满的期盼与祝福 生长在城市的各个公园角落 隆安国校幼儿园小朋友们 也和企业相应一同栽种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活动 主要也是里长邀请 然后台电刚好有快递在这边 那我们想说大家旅民何乐 大家共襄盛取 因为种树对环境是一种 很好的回馈活动 所以我们就很乐意的 跟里长一起合作办这个活动 我们提供一小块的土地 大家一起来种树 利用这个樱花剂 大家一起来共享这美好的环境 那希望对未来环境 可以有一点点小的帮助 那另外我们4月8号 还有一场 鱼木花剂也欢迎大家 继续来观赏 我们大概会种一下 今天大概会种一下200多株 那我们台电已经任领了300株 那再给一些学校 他带回去配合他们的教学单元 他们也会种独卷花 期待日后 杜绢花盛开时 市民游客来到大学里 能够感受社区满满的幸福滋味 与繁花接弄的美感 杜绢花开在山坡上 杜绢花开在小溪堂 多美丽啊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小姑娘 乡村江小姑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